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絲 OK 現在我們要繼續遊版去熱球這款遊戲了 上一集我們到了這個這個這個 還是一樣在屋子外面 那我們又看見了利娃在問約翰指出子的事情 然後背景越開始變得很 越來越悲傷 這就是那座房子曾經的模樣對吧 一座不該存在的房子 我的意思是 它難道是超乎尋常的高海拔和危險性來吸引人的嗎 獲得有筆記 恐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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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漢尼和利娃顯然沒有得過 喔 居高增啊 欸 有兩個地方可以走耶 先走上面這個 齁齁 要是敲過去 還 再跳一個 還 再跳一個 還差兩顆 喔 零光塔 這就是你之前接近我的原因嗎 是的 那麼 現在呢 我想 那只是一小部分的原因 你看 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 現在 已經無關緊要了 但一直說我該把他生意向告訴你 我不該把我們第一次約會 弄得如此糟糕 那是什麼 一個小沙彈 你能把他 扔到阿亞那裡嗎 說不得 你想讓我試試嗎 你願意試試嗎 你願意看 威娃 你瘋了 你那你遠一點 我想這段記憶已經結束不遠了 你覺得他們可能和下一段記憶有所連結 很有可能 記憶說不定 等一下 為什麼他要緊張脫髮呢 我喜歡長髮 OK有了 這是什麼青蛙嗎 背包 一個一個一個背包 一 二 三 四 跳躍 每個人都直接讓不同的約翰 為了只因為我和她是同一陣的後群患者 就判定我們的事物的方式也一模一樣 但你一定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剛開始一切都沒問題 可現在她比一切更加孤僻的 即使我們大家同一個房間 她也從來沒有正正頂 正那裡 這開始讓我不安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應對這種狀況 這麼說吧 我無法代表她 但我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渴望著人際交往 儘管如此如何精細地表達內心所想 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能只因為她在表達之前需要漫長的努力 就能力她隔絕的自身對外界的感受 她一直都在你身邊不是嗎 有時候你需要的只是相信她在乎你 要日復一日地說服自己 報有信心並非意思 我理解 等一下 為 為什麼你們兩個看起來 個普通的沒氧量的人 一日 我的意思是 你們不是患有相同的病症嗎 首先 我的病症 在小時候就被診斷出了 另外 只要啃一下功夫 要裝不出完全掌握社交規則的樣子 也並非不可能 不過你們知道嗎 我在連你們一挖的同時 也記錄著她 我 我 我遠遠是個演員 因為我終生都必須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燈臺知識 羨慕知識 每一分每一秒 我逐漸上場 於此 因為這是我唯一的選擇 這是唯一讓我變得正常的方式 可是另外 她從不那麼做 她一直像 被社會驅逐遺棄的人 並拒絕學會對此避讓的妥協 我不知道我們之間的差異 是因為選擇不同 人類不同而產生 還是自身勇敢 或懦弱的真實寫照 有時 我真的無法忍受 如此虛偽的自己 然而 我知道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人們所熟悉的那個伊莎貝拉 完全是個木偶 而真是那個 早已和大家心同目露 我大概 終於是 嫉妒的差吧 哈 我以前還沒從 從來沒見過其他女性患者 我嚴謹的說 你現在也沒見過 這些東西和工作無關 咱們走吧 對 隧道是什麼病啊 這好像個圖書館似的 如果人們自己的面臨更多的事 這世界好像美好得多 這是什麼病啊 這個擋住 哼過不去 哼 門 可以進去嗎 不行 那我剛剛講話不要 今天有什麼新鮮事了嗎 沒有 你在看什麼書 皇帝的新裝 我小時候很喜歡這個故事 現在也喜歡 對吧 當然 但原因不同 當我還是有小霧臉的時候 最喜歡的書 是變身戰士系列 我知道 你媽媽跳了其中一本 作為你的結婚禮物 是啊 那可是一件奇怪的結婚禮物 我想我小時候一定非常沈迷於它 為什麼你後來都不讀這本書了呢 嗯 我見過那套書 他們在車庫的角落裡 諾馬塵埃 好吧 我想 我只是該從這些書裡畢業了 我的意思是 那是小孩才看的書 讀羅童話 有什麼不好的嗎 他們能給予西寧的慰藉 而且 我也這麼想 我想我也借走這本書 我不屬於你 你不屬於我 現在做我的女友吧 你哇 這可不是什麼層 層層爛掉 你哇 欸 所以他們這時候沒在一起 就是他要說他結婚禮物 可是戴維呢 他可是我最喜歡的角色呢 呃 我不知道 你們在討論什麼 變身戰士 你看過嗎 沒看過 剛剛看過 你真的有看過 呃 一點 喔喔 那你再大尾變身後 會以哪種動物的型態出現嗎 請用英文大寫字母回答 呃 我不知道欸 我查一下 OK 答案是COOBRA 拿中大寫字母回答 喔對 一條眼鏡蛇 喔 有 金蠟 我正希望 他保存了原版封面 而非只留下 這些樹的文稿 那封面畫了酷壁了 呃 這什麼 帶回眼鏡蛇 喔 澄寧的奇怪 印證是剛用谷寶收果 哼哈哈哈 看 其實這個 這個 其實就算好 好解決啦 哇 好啦 用旗幟 可以啦 跳躍 喔 我更年輕了 喔 大家都要走了嗎 可我才剛來耶 我就知道你參加派對十有八九十個行情 喔 一邊趕緊的小兒科工作去啦 傻囉 好啦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希望我們頻道歡迎到我頻道的左下方影片的圖片 按個訂閱 那也歡迎到我左側的小紅空框 按個訂閱 那記得 把鈴鐺打開 這樣子我隨時更新 你就可以 會收到我更新的消息 那也帶我粉絲安的讚 你追蹤之前的消息 謝謝大家自己收看 多謝 掰掰